Hello, 早安, 各位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我們一來一到的SmartFest 事不宜遲, 我們透過一系列的講座 我們現在都會介紹有關運動、健康和課題 第一個, 我們早上來到, 我們就先聽一聽 令大家會刺激一點的問題 我們首先會講一講多點關於高強度解決性運營的東西 看看為了這個方法, 為了大家有效地練習一個有養分的系統 那為何可以辛苦得力, 有安全地做到的 首先, 邀請哈Sir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各位, 大家有很多機會, 大家有很多機會 大家, 我叫陳仔哈, 或者你可以叫我哈順露奇奇 其實我在教學院那裡, 是訓練精英運動員的 主要是在體育方面, 在健診室那裡和我們合作 工作 那今天就有一點分享, 即是, 講一些關於高強度解決的 這樣才跟自己已經介紹了 那主要, 今天的內容是熱警仰 那其實大家都應該有很多個高者才出現的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是, 長一點, 沒那麼容易病 還有,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 增強不同的體育能聯數 OK? 是的 那今天不只是講一些體育能聯數的時間 但是有不同的體育聯數 或者是, 讓人更健康, 你想去旅行 你也要有力搬行李箱才可以 這樣就很重要的 那什麼是高強度間接訓練呢? 那首先就要講, 其實我們最傳統的 我們其實是會先做持續訓練的 我們做運動, 每個人都安全一點 對, 長跑, 慢慢跑, 那些 但是其實, 在很多年前已經是想著 啊, 持續訓練, 可能做到沒什麼感覺 那有些什麼呢? 人們就想到間接訓練 對, 就會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做多一點點運動的 然後休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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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令到訓練強度高一點 也都可以減少皮膚的感覺 對, OK? 對, 所以這個是最初有簡潔訓練的一件事 的出現 接著在化練前, 其實也不是很新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日本人, 叫田端 就產生了, 我們發明了這個 叫做Tapakata Training 對他的名字 對, 七分鐘, 我想大家都有聽過一下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以體重重阻力的一些運動 他控制了不同的動作 例如聲音跳 做下樽、掌上、捲腹 這些的運動 對, 二十秒on, 十秒off 然後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做完一個圈, 然後休息一休息 這樣就是一個叫做七分鐘的workout 這個就是高強度間接訓練的錯誤 對, OK? 所以是都很辛苦 亦都是可能有染性在這裏 那個時間是不知 可以重複多次 五秒至八分鐘都可以 即是說很健康的 你可能八分鐘持續做高強度的東西 有些可能只是衝五秒 這樣都可以 然後就重複很多次 那麼, 恢復的時候 我們就會令到心跳跌下去 即是你都不可能持續高期的心跳 那我就要令它恢復回去 長度是二十至六十分鐘, OK? 那這就是最簡單的 一個高強度間接訓練 而監控強度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OK? 我們可以用內在的感覺 我們有零至十的一個自覺運動論料 即是我們有完全沒有感覺的運動強度 去到十分 是我們做到極限不能再繼續的 那如果我們要做到高強度間接訓練 其實是要去到 我們要去到七至十分 才會找高強度間接訓練 即是如果大家有一個器材的時候 但是譬如我們訓練精英運動論 我們可能會用心跳去監控 那今天就不教大家 去怎樣去計算心跳 但是我們是會用的 即是我們踩單車 我們最高 我們做不同的運動 都有自己最高的心率 我們跑步的那個 最高的心率和踩單車 都不一樣 但是總之我們那個 那個百分比出來 就是要達到八成至九成 是的 那個概念就是令到大家的心跳 是會不停地提升的 這個是一個概念圖 我們有 第一設定 我們可能做完一些高強度 我們設定了一個跑速 如果用跑步做一個來 設定了一個跑速 在一個時間 心跳會升上去 然後休息的時候會跌倒下來 但是我們積聚了一些平衡 然後第二轉再跑 我的心跳再升 然後再去休息做 可能一路一路這樣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心跳會有132 那步道上是173 但是其實可能你全程都是 用著 就是你那個跑步的時間 就是用著 那個跑速步 但是就是快的 或者辛苦 OK 所以這個就是大概 高強度簡潔訓練的概念 OK 那到底做高強度簡潔訓練 有什麼好處呢 是的 其實它是可以幫我們 令到我們那個胰島素的敏感度 是好一點的 是的 因為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由肝 由肌肉 拿一些肌糖漬 把它轉化成血糖的一個身體運動 OK 其實我們 平時都是會我們吃完東西 吸收了食物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了血糖 入了血 血也都要 在血糖的時候 也都要把它轉化 做回肌糖和肝糖 收回心裡 儲存我們的糖分 供應我們後的需要 其實如果 但是有些人 例如糖尿病 或者本身那個 胰島素的敏感度不足的時候 其實它這個轉化不比較好 所以才出現這些問題 尤其是你不是天生的 的糖尿病的時候 其實做運動呢 是可以令到你的胰島素的敏感度 好一點 是的 所以就會 是的 即滿意糖尿病 是的 第二個 高強度那些訓練 其實 辛苦的 其實你付出了 其實是要還的 一般的運動 其實我們 做完之後 我們 在上面那一套 上面那一套 其實一般的運動訓練 我們 會 儲存 會有些 養債產生了 就是藍色 其實有些養債 當你做完所有運動之後 你會有一段很短的時間 你需要 去還回養債 即是你做運動 你的心色都不會馬上停的 即是不會馬上減低的 你會慢慢降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 還養債的時候 但是 到了高強度 解決訓練 有一個好處 就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 辛苦了一段 其實呢 有很大的養債在那裡 完了之後 它都會降下來的 但是會降到一個 你平時高的水平 如果你做得有趣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是有 整個24小時的養債 靈活 其實是可以幫助到 你們減肢消肢 OK 這個是 高強度的養債 有好處 第三 其實它都可以幫助 去改善我們的血管 OK 改善我們的 血 血的治療 膽固醇 這個也是一個好處 而維持我們 心血管健康 最重要 其實 我們的心靈狀態 都很重要 我們做運動 是會產生很多分 而令我們 會更加開心 剛才都說 我們有這個 就是要說 我們的心跳 會去到高水平 所以它也幫助我們的體力 更加好 我們的有養耐力 甚至乎我們的肌肉力量 都會 或者耐力都會有幫助 因為我們 譬如 假設我們長跑 我們持續訓練跑 比較慢 但如果我們做一些 高強度間歇跑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 就會相當快 那麼 你會用很多肌肉的力量 那個爆發力 所以 就會可以 你肌肉的東西 都會有一個好好的提升 對了 其實 做什麼運動 都會有 差不多的好處 但是 為什麼高強度間歇訓練 又或者我們持續訓練 這一點好一點呢 怎麼這麼說 其實有一個 會睡的文件 已經把他們 其實會議研究的數據 拿出來 綜合了去看一下 簡單說就是 高強度間歇訓練 還有 我們持續訓練 到底哪一樣比較有效 那 有幾樣東西可以說的 就是我們那個 最大事量量 我們那個 無氧缺 無氧缺 就是說你跑場跑的時候 你 如果你跑得太快 你就會很快就 跑不了腳 但是你馬上選手 你會選擇一個 它最合適的速度 維持住 就可以跑兩個鐘 這樣 這個就叫無氧缺 然後 你那個 最大的 爆發力 我們叫做 或者 今天最後就是 一些 我們那個 穴 我們的心 我們的想像 到底那個 改善情況 到底哪一款 會有效 在研究裡面 就告訴我們 其實 如果我們想 增強我們的 有氧能力 無氧缺 還有 最大爆發力 其實我們的 高強度 他們較有效 而 如果要改善 心血管風險 其實 心血管 即是 血壓的時候 其實 反而是我們的 持續訓練 會有效一些 是的 不要讓我誤解 其實 這個研究 是比較 哪一種有效 其實不僅是 哪一種有效 但是 有效一些 只不過 就是 比較之下 這些 就是 高強度的 有效一些 這一邊 就是 持續訓練 有效一些 是的 到底 我們的高強度 解決分別 應該做多少 很厲害 這個是其中一個 很簡單 研究第一個 指標 其實 在 六個禮拜裏面 有一班 沒得做運動的人 去做了這個 十二個動作的 一個運動 有 尽量跨過 我們做一些 腹肌的運動 小腿運動 掌上壓 肚皮掌上壓 然後 有些 手臂的運動 tricep deep OK 捲褲 對 本身 就是 我們做一個 千鈴的動作 拍在這裡 做 step up 有個 台階 到台階 最後有些 聲音跳 第一個禮拜 就做一轉 做兩次 第三 第四個禮拜 就做兩組 重複兩次 就做兩 兩組 OK 第三個禮拜 第五 第六個禮拜 就做三組 這樣 他們是 之後 可以很有效地 提升了 這些東西 心血掌壓 肌肉 多了肌肉 最大涉養 剛才那個 也有一個進步 最後 所有肌肉 和心靈量 都有一個提升 所以 其實一個短短的 其實這個 應該是 大概 如果一組 其實是 十分鐘內 然後 然後 兩組 二十分鐘 三組 三十分鐘 其實三十分鐘內 就可以 提供到 以上的 好處 OK 這個 忘記了 對 所以 其實 很少量的 HIIT 其實已經可以 幫助到大家 但是 聽完之後 好像很吸引 哇 神奇若癒 但是 其實我剛才 也跟同事 說笑 其實我是來邀請大家 不要做HIIT 是啊 不是 我們可以做HIT 但是 我們有前置 我們有些要注意的 OK 就是不可以亂說 哇 我們說可以做 那我就要做 那不是這樣 那什麼要注意呢 我剛剛做 我是不做 是啊 剛才都說了 我們 兩種訓練 都有他自己的 特徵效果 那你視乎你自己的目標 你才不會去選擇 就是最簡單的 我只是想少少健康 我想心血管的 健康好一點 那剛才都說 改善血壓 其實持續訓練 可能極端有效 那 那為什麼要做 但是 不是基尤衛 我想 我想 跟波友打Bang 那時候 打越活球的時候 更加強一點 那可能來遙考 你再做HIT 但是怎樣做 都沒有問題 OK 對了 因為剛才都說了 我們是 就是出來行的 要那個強度很高的 那 一強度高 就要弄傷你 所以 很重要 你沒有做開的時候 就不能一人下去 就是一定要 衝著前進 很重要 就是你有打開球的 但是其實我沒有 每年塊體能 我覺得 做持續訓練 相關的 一些訓練 才可以遲 OK 做順了 才去試試 打入高拳的 訓練 對 波友 就是 可不可以做 其實也是可以的 不過 不是你自己說 可以做 一定要 由醫生的 減免和 平衡 對 健康的 健康 但健康的 人生是否馬上做 都不是 我們有些平衡 所以我真的會說 6 一個星期可以做多少次 剛才的研究 有兩次 但是 其實如果 你自己做 我覺得是要 循序循序 就是 沒有做過一次 你可以一來做三課 兩課 好像很多 所以 可以從一課開始 講得 作案仔細一點 那你是不是一課 就做剛才 第五、第六個禮拜 那些 不是的 可能是你那課 的分別的時候 你先休息一下 可能你做一早 十分鐘 那 你已經會感受 可能 你做剛才 我那個 研究那個 你做完一圈 那些肌肉 已經是 我有些 軟地 那 已經是 他又說 我已經是有個 色影 在這裏 然後你做個幾個禮拜 才知道 變兩座 會做一件三座 那 所以就是 我們要從這尖準 對 所以 最好就是 找 合自隔的人幫你去 設置 OK 但你不能學 因為我不能做好 可以 找到外面的人幫你 幫你設置 對 那 怎樣去評估 我合適 去做HIT 最高的規格 當然是找個醫生 幫你做個檢查 可能 有機會 要幫你去 做些測試 給身體 那樣 才去決定 我可不可以 但是說 很麻煩我 其實在美國 運動體學院 其實已經有個 測試 有一個簡單的 測試 有一個評估 你就會知道 就不能說了 然後 其實就是 可以做回一個 最基本的問題 也是一個方法 那些問題 讓你知道 你有沒有那些問題 出現 這個就是我講的 測試 其實是一個邏輯 是一個邏輯 是的 其實都是圍繞著 到底你這個人的患上 你有沒有一些 已知的疾病 或者你有沒有一些 有 有沒有一些症狀 就是 可能你不知道自己有病 但是你有那些症狀 在那裡 那我們就要 基於這些 條件 我們就會去決定 你可以做中強的訓練 還是高強的訓練 還是 你先看醫生 對 最常的就是 他們會擔心 大家會有 一些 心臟病風險 那 所以 什麼是心臟病風險 先行呢 就是 無故的 心臟痛 那痛得很嚴重 你當然不看醫生 但是就是 有些 有些 你可能不在意的 這些就是自己去認識 這些可能是 手臟病風險 聽說你會不會 手腳其實 有時無故會痛 那 這些都是心臟病 有機會的訓練 無故的訓練 無故的訓練 不是說你走完十層樓 然後 然後訓練 你有心臟病 這個意思 有時會無故有些 心跪或者 氣臟的 這樣 那 也都是 無故會覺得運 或者 經常都 或者你的手腳是重的 這些都是 一些心臟病的 一些先兆 來的 那所以 如果你其實 原來一直都有 類似的 情況的時候 尤其是 做運動 其實最好你有 去 找個醫生 去顧一下自己 那所以 是可以做 一些 但是我們 要 確保自己的安全 OK 還有 慢慢地做 就是最重要 是 是很有用的 這件事 但是 不要衡上 慢慢地 要慢慢 隨著 做 低強度開始 那 那些 有患病人士 再跟醫生 評估一下 是的 可能 中強跟跟訓練 更加會幫助到 你 改善 剛才所說的 心血管 的健康 是 如果你想 打球更強的 高強度 是你的選擇 幫助你 有一個體能的提升 OK 那我今天要說的 就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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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